今天上午亚运火炬在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浙江宁波传递 火炬传递宁波站路线以滨海宁波扬帆世界为主题 170名火炬手接力传跑 他们以星火为煤 展现了宁波海丝之路启定港的历史人文底蕴 本次火炬传递从中国港口博物馆起跑 终于世界第一大港宁波周山港全长12.7公里 我觉得非常高兴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一定是会在赛场上尽我们的全力 然后去冲击冠军乘国旗做国歌 作为第三代的宁波敌人士有这个机会回到宁波在北伦港 做这个火炬这个仪式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荣幸的非常高兴的一件事 现在看到迅猛的发展 看到家乡有这样的进步 我觉得非常荣幸 因为我外公鲍玉冈先生是从宁波出发 走上世界的成为世界的船网 那今天我作为鲍先生的第三代 从香港回到宁波感到特别骄傲 我们传递的是宁波帮的精神 包括创新的精神 包括慈善的精神 据了解 作为杭州亚运会的携伴城市 宁波将举办沙滩排球和翻船两个项目的赛事 共计产生金牌16枚 继继继继继继续